子瑜本身快變一個人鬥水餃了 他就是為了顧權大局啊 如果他一個人說 我不要去緣 那TWICE變什麼 而且他其實私底下也有跟我講 他說姊姊們對他都很好 最近他的 智孝 是他們最好的 因為有一個綜藝節目 為了要宣傳他就拍了一個影片嘛 對 然後那個影片的開頭 看起來就是很像在模仿子瑜 多年前的道歉 你看我好像16歲而已 都可以耶 有沒有這樣啊 認為他好笑嗎 有好笑嗎 好像笑不出來吧 還是認為說 這樣子才會有更多新聞關注 不是前陣子一直有傳子瑜被冷凍 子瑜本身快變一個冷凍水餃了 那我們就拿數字來說話好了 你知道九個成員裡面 子瑜的IG粉絲數是第幾位嗎 第二名 有1322萬 我們是看中國子瑜大坝上面的粉絲 就是說 他目前沒有擔任任何品牌 代言人或大使 再對那些變敵了 2021年以後 就沒有拍過個人的雜記封面 然後出道到現在 歌曲歌詞的時常排名 是倒數第三 就跟他的人氣是嚴重不配 他們好像是去年還前年續約 大家就覺得說 哇 創紀錄居然 全員續約 那你要知道子瑜 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下 他也願意續約 是為什麼 你覺得為什麼 他就是為了 顧權大拘案 如果他一個人說 我不要續約 那TWISE變什麼 而且 他其實私底下也有跟我講 他說姊姊們對他都很好 但是我覺得 怎麼沒有一個關鍵是 有人出來對子瑜道歉 不覺得子瑜會很受傷嗎 怎麼會讓子瑜 受到這樣的一個對待 他有沒有得罪他們老闆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到底為什麼 子瑜其實是懷著什麼心情去續約 然後有沒有得到相對的一個禮遇 子瑜加油啦 然後希望這個 公司能夠就是公平處理 每一個成員都有很好的發揮